抖音的老师们大家好,我是林依依,在剧中饰演顾寻 欢迎,欢迎我们的心动哥 欢迎,心动哥 大家好,我是抖音的老师们大家好,我是周也 在别对我动心中,雪月千玲 欢迎,欢迎我们冒头姐千玲 是的,而且我之前看啊,大家有提到说 这是一个双向暗恋的故事 而且还有网友说啊,你们两个人能生生地弹出一段四角恋 也是挺不容易的 那今天怎么笑得这么 好,那我们继续聊啊 我们今天两位这个面具舞会的这个登场方式很特别啊 所以是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在的吗 就是戏中有一段顾寻帮月千玲解决了一个小麻烦 对,就是这场战胜场战胜 也是很前期 双双都没有掉马甲之前的一场戏 只能剧透到这里,但不多,是吧 那我们好,大家一起到时候去好好追剧 在剧里面去找一找答案啊 那其实众所周知呢 咱们抖音的评论区是一块宝藏地啊 那其实我们的剧现在还没播出嘛 就是只放出了预告片而已 但是咱们关斗里面就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梗出现了 那除了刚刚提到这个四角恋啊 还有很多观众评价 说咱们这个句是先貴后爱 两位觉得这个说法准确吗 不太准确吧 这个就是过剧来说的话 它肯定是先爱后贵的 对,然后先爱后贵,再贵,再贵,再贵 很贵以难的 好想去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一跪到底的 让我们千里 我玫瑰 全程都是 我都是暴童 又砍死了 对 看不爽就砍死了 拽 对 一个酷炫拽紧 听完这个答案真的感觉对剧情更加好奇了 那其实也很好奇 两位当初是被剧本的哪一点吸引 然后决定出演的 首先这个剧本 他写得很有趣 然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拉扯 非常的抓人 然后起司宫拍摄的时候 我觉得是我有挑战到新的不同的方式 就是用一种喜剧的方式去诠释这个角色和这部戏 这是我在接这部戏之前没有想到的 也是最惊喜的一点 其实很多我们演的内容 刚才大家可能看到就是 那其实跟剧本上会有一些出入 因为我们在现场导演很多让我们即兴发挥 即兴地去对一些新鲜的不同的 有更多化学反应的戏出来 我们刚刚好像也稍微的 大概看到了一下那个喜剧部分 有一段东北话台词 就是打电话为了对白 大家真的都笑得很开心 当时看的时候 是的 那我们小野分享一下 首先它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剧本 很有意思 然后再就是月千林这个人物是我很想尝试的 因为它是一个现代戏 然后一个很拽很 就是脾气很火爆的一个女生 我觉得和我性格中的某一些部分还是挺贴合的 那我愿意去尝试给大家看到我的不同面 能演古装 然后能演甜甜的 然后也能演像月千林这样很拽的女生 是 各种风格都很适合 感觉今天就像一个种草大会 我们已经成功地被两位说了 立刻就想把全集都看完了 那其实在之前拍摄的时候 大家就都已经很期待了嘛 很多的物料就已经被大家反复盘盘到包疆 之前有一个很经典的 是小野闭眼倒在林依怀里的一张路透图 两位还记得吗 超级超级出圈的一张图 我们工作人员可以给我们稍微看一下 需要吗 需要再看一下 我们已经把那些照片起影子了 叫别动我的女人 对 别动我的女人 很适合啊 那今天想请两位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再还原一下这个 别动我的女人 我们想看的朋友们 想看 来 可以吗 那应该是这样 来 可以把话筒给我 需要吗 没事 没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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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 哇 等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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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放 等会等会 等会 就我们360度进行给大家进行一个展示拍摄 别动别说别动我的女人 我是这个造型吗 我忘了一下 东北话 对可以东北话 然后我们来 展示转圈展示方面大家拍摄一下 别动我的女人 转圈转圈展示 对 转圈展示 对 点那边 好 很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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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拍到了吗 拍到很满意的画面啊 那也期待我们抖音网友们的评价 感觉大家看到这段的时候一定会金句频出的 也再次感谢两位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画面啊 那接下来也是给两位准备两个小游戏 因为咱剧里顾寻和千玲是非常默契的搭档嘛 所以我们今天也想现场考验一下两位的默契程度 先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道具拿上来 对 这是一个写着O和X的板子 是想考验一下两位的默契回答问题 然后待会需要两位分别站在板子的两边 然后听到问题之后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答案 怎么选 就是如果你觉得对或者错 就分别站在两个图标的这个方式 那我俩不就看见对方站哪 不会 你们两个要全成闭眼 对 这样面对面闭眼 站着 对 我来拿这个 然后提完问题 是的 然后选完答案之后 我们把这个板子拿开 看看两位的这个默契程度 能不能站在同一个答案里 嗯 好 我们好 需要两位 是这样 就我们对着这个板子 站对 好 闭眼了 是吗 是的 我们需要可以开始全称闭眼了 稍等我来准备一下题 老师我们可以稍等我在这里来 我们对的话就往左 往左一步 对 然后错的话就是往右 好的 第一题是 距离是我先动心的 来 我们准备好三 二 一 可以睁眼 啊 是我先动心的 出现了一些 看来坐实了这个双向暗恋 不是 我们双向奔赴了 你是 双向奔赴 可以了 可以了 双向奔赴 可以了 可以了 很有默契 很有默契 默契满分 对 其实这道题出现两个不同的答案 反而就更甜了 真的坐实双向暗恋这个 好 第二题是 这么默契 比起好看的皮囊 更喜欢有趣的灵魂 三 二 一 可以睁眼 诶 这题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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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这样 喜欢有趣的灵魂 对 然后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戏中 饰演的角色都很有趣 对 而且是兼具好看的皮囊和有趣的灵魂 两位的角色都是 第三个是 不需要过多的语言 仅用眼神就能get到对方的意思 三 二 一 可以了 可以了 依然是 太默契了 感觉会不会这个 上点难度 上点难度 来 好 我们下一题上难度了 那么第四题是 对于顾荀和月千玲来说 比起日久生情 更相信一见钟情 来 三 二 一 哎 哎 这题好像 错开了 哎 你选了吗 试试 还在纠结 是不是 来 感受一下 所以最终还是选了 还没有默契 一见钟情 还是 是吧 我也选一见钟情 好 那我们最后一题了 看 我们工作人员 最后一道题是 对方不管怎么拍都很好看 三二一 好 非常默契 可以睁眼了 这个时候应该说 别动我的女人 别伤到我的女人 意外惊喜 对 还有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既然我们默契题 全部都满分嘛 所以有一个小仪式 要给到大家 咋也放心 我们结束之后 会把这些都清理好 然后二次利用 不会给我们保洁阿姨 增添工作负担 两位可以稍微 往我们中间站一点 现在有一点点偏抬 那刚刚我们这个游戏 是考验了默契程度嘛 那接下来就是要考验 两位的这个 合作能力如何了 我们这个小游戏是 用一个红绳 把两位的一只手 绑在一起 然后两位需要用 另外一只灵活的手 从一个袋子里面 拿出糖果 并且打开这个糖纸之后 互相喂到对方的嘴里 才算成功 好 可以吗 好 来 那我们准备一下 这只红绳 这只手就不能用 哦好的好的 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个糖 拿上来吧 要把话筒 对 来 话筒给我 这样我们可以说话 很聪明机智小野 来我们共同准备挑战开始吧 感觉第一步 各个的糖嘛 是的 不行 手手里 要拿着那个 对 我们增添一点难度 对 看看 试一试 好难 这就考验两位的这个团队协作 增值 给它增值 转开来 我进展比我想象中要顺利很多 天哪 天哪 哇 就快 第一个就顺利完成 好甜 好甜 是喜糖吗 你别往反方向短 你别动我转的 哇 很棒 很棒 这真的比我想象当中要快很多呀 来 谢谢两位老师 这红绳 咱们 这记着 哈哈哈哈 需要摘下来吗 我们 先先这样 因为这先看口袋里还有很多的糖嘛 咱好东西向来是不能共独享的 所以咱们今天把这个糖也分给我们现场抖音的朋友了好不好 我们想要糖的朋友吗 欢呼声乃鸣大鸣 你把你们打 啊 来 两位可以 一王不撒 没事 这些糖还小 可以扔一下 对 拿 快我们前排可以递 后排我们可以撒一下 看到女人想要我们 多少看她 美丽 你说到错了 是不是给了人 一二三 美丽 现场撒头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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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小心小心 好 好 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环节 好 糖 就可以先发到这里 来 可以后面我们大家一起传� Zeit이다 后面一起传阅一下看看想要海发 想要拿到糖的朋友们各位 好 我们先把这个解开吧 接下来的这个环节需要两 Says 要动手 对 咱继续玩 对 往中间站一些 对 咱今天既然来到抖音场嘛 肯定还是要玩一些 抖音上面比较热门的一些内容 就像咱林依老师上一次来的时候 就给我们带火了一个 狠狠带火的一个梗啊 女王皮 女王皮很皮 不是是是女王很皮 小杉老师很火 所以咱今天就是 这是一个联系剧了 要继续向您请教一下 老师咱最近又刷到什么新梗了吗 最近 你踢到棉花了 刷到那个 你高 踢到我 你就算踢到棉花了 你怎么知道 就是那个 摩扎混血 那个呵呵 哈哈哈哈 惹到我 算是你踢到棉花了 哈哈哈哈 我早晓晓 踢到棉花了 嗯 很棒 看来 大家冲的都是同一片海域 那么小野最近 还有印象比较深的一些 抖一梗吗 我的 没记不住了 都 他那个挺好笑的 是 那要不要学一下 也是一来一个 对我们 李老师现场教学一下 你教一个 弄美话 扫心扫得不好 哈哈 只能精神到了就可以了 还是就是 哈哈 哈哈 还有这个 啊 啊 惹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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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算是 让我一直 那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几个 太甜了 后甜后甜 对这个刚糖也得hold到了 对对对 来我们先喝点 那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几个比较热门的抖音梗啊 想要考一考两位的这个冲浪速度 首先第一个是菜就多练 刷到过吗 啊 是这个什么 菜就多练 对对对 开往速很快的呀 是 是我们也准备了两个表情包 想请两位来现场模仿一下 好 我们 看一切 看这个小鸡毛的这个 菜就多练 然后另外一个人呢是 说不起 说不起别玩 菜就多练 说不起就别玩 对 说不起别玩 这种很特色的 这种语气 我们呀 两位一起来吗 好 我们来 菜就多练 吃不起就别玩 可以吧 很棒很棒 还有一个叫做一如反掌很一般 这个有刷到吗 没有 这是什么 就是一个搞一个也是那种就比较得死啊 就看不起你那种做一件什么事情很简单 就一如反掌很一般呢 就这种这种语气的 太多些了 对对对 有一点类似那种感觉的 我们可以拿这个要不来造个剧 安利一下我们这个剧 我可以先给两位打个样啊 比如说爱上林一和周也就是一如反掌 很一般的事情啊 对就大概这个意思 就那点开别对我动心 爱上别对我动心 爱上别对我动心 一如反掌很简单的事情咯 哦你好像在唱着 毕竟我俩已经闯入歌坛了 对啊 这些歌坛的两位这个 什么时候出唱片啊 哎 今天刚出 刚出 刚出我嗓子哑了 唱歌唱太多啊 就是可能被扫射到的人都毒哑了 哈哈哈哈 我们林一歌手要注意休息 那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 很简单的一个手势舞 想两位来挑战 尝试现场学习一下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视频 大概感受一下音乐 非常简单的 这样 再来一遍 我回来现场教学吧 对我们前面前奏的时候 大概就是可以就是对着对着屏幕 就是这样 音乐一下 就准备活动的相当于 然后是 左边左边这样滑一下 左边然后拍手 右边拍手 然后歌词是one two three 就是一二三 对 然后是一个这样 一个笔心 对后面就大家自己随意了 好 ok了吗 好 那我们需要先和一遍音乐彩排一下吗 还是说直接就来正式吧 来吧 来正式吧 好 那我在这里带着两位啊 好 我们可以站在中间这里 那老师越聊越往边看 来那我们辛苦了 老师帮我们放一下音乐吧 好 好 我错了 好 老师你三二一要再播 对,我们前面好,错过了一点点冲动 精益球技 好,来,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拍正式版咯 好 好,3,2,1 3,2,1 很棒,舒适 叶子超甜 鼓励,掌声鼓励一下 快给,给到两位,今天太棒了,太棒了 好,来,我们接下来赶快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到场的我们各位达人和我们的媒体团朋友们 好,首先 先请我们的 抖音上面的原类担当我们老朋友 追剧达人嘎子 快来 嘎子今天也是给两位带了一个小礼物来的 来,我们一起 欢迎嘎子,欢迎 主创老师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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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都高 你好 就是那个 我们这部 咱们这部别对我动心 就是预告出来以后就狠狠地抓住了我的胃口 尤其是月姐 尤其是野子 你这次饰演的这个月千玲 简直就是狂拽炫酷 超级无敌 前无古言后无来者 惊天动地气鬼神 对抱头姐呀 然后这个 就是你表白失败之后 直接就是扬言要砍顾寻那段 姐姐你太拽了 我太爱了 你们爱不爱 今天给你带来一把AK 我为你砍顾寻助力 我是有心里 顾寻还在这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 怎么能让你手无武器呢 你这个 突出一个身高插板插歌 对啊 来我们两位拿着这个 我们来个帅气三连拍好不好 来 准备好 感觉突然有点屎蔽丝夫夫的感受 超帅 打我 打我 打我心上 来 我们最后一张 交叉啊 别动我的女人 别动我的女人 哇哦 很棒 看这边 帅帅的 那到底怎么着 别动我的女人 别动我的女人 在怀里的那个 哇好甜 这是我们360度一个循环展示 好 我们谢谢打字 谢谢 感谢 然后这两天预告不是也陆续的发出来了吗 就是那个顾勋呢 你说你给咱月姐出那个笋招刚刚是表白的时候 他做梦都是说必动你的人 这虎劲你让他装文有小白花 那不纯纯坑害吗 但是该说不说你饰演的这个心动歌也属实是野人恋爱 就是在网上对你喜欢的这个小麻花 无话不谈 然后特别温柔 然后现实里面你就是那种生人无尽贼高冷的 就是那种对喜欢的人充满热情的这种感觉 简直太阳眼着迷了 然后我现在就已经迫不及待的 就是等剧开播之后 想看你俩掉马的桥段了 我觉得我能笑成个大马猴子 大马猴子就是我们东北的这个林音老师可以解释一下 他今天还教了我东北话呢 什么 什么 那个我思考 跟谁俩 跟谁俩呢 跟谁俩 我以为是你在跟谁在一起呢 这里也可以这样理解 对反正就是喜欢的人跟别人在一起 你可以用这句话 跟谁俩 那两位老师要不要现场也是说给我们观众来 不知道福利就是用东北话 来一段这个剧中的 可以这个稍微预告里出的这个桥段 我不会讲得教我 行行 刚刚才预告里有什么词吗 呃 多许一句 可以可以可以吗 呃 回 回家没 跟哪 跟哪呢 回家没 跟哪呢 跟谁俩 哈哈哈哈哈哈 发碎了 哈哈哈哈哈 我记会这样一句 我说跟哪呢 你说跟谁俩呢 那说啥 我说跟哪呢 回家没 你还爱我不 对对对对 那再来 来来 一二三 跟哪呢 跟谁俩 回家没 你还爱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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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差不多 可以可以相当的标准了 然后那个最后就是 祝我们别对我动心这部剧能够收视长虹 然后看这部剧的观众们 都能够幸福满满 好我们也见嘎子 谢谢谢谢 期待我们嘎子笑成大马猴子的这个视频 好我们接下来 我们记者团的朋友们加快速度 首先忙过妈妈的朋友 来在第三排 两位老师好 这里是芒果妈妈 想问一下两位老师 你们认为自己的这个角色 跟本人最像的一点 是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跟我本人 最像的 他很热衷于 游戏这个部分 其实私下也 很喜欢游戏 然后也很喜欢3A游戏 对然后其实 这点有帮助到我去体会这个角色 可能性格上我可能和月姐一样的更直接 可能是个急性子 我也是就是会有话直说 然后很着急想去完成一件事情 好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在拍摄中 印象最深刻的一场戏是什么 小小的镜头一下 其实有很多 但是有一场戏就是距离肯定没有的 有一次拍 我躺在顾群的床上 然后顾群也跟我一起躺在床上 结果我躺在床上之后 灵依躺上来之后床塌了 这么刺激 对然后床塌了没有办法 我们就只能把床扶起来 然后在下面垫苹果香拍 所以是被剪掉了 不是因为那是西外啊 就是我们拍着拍着 他躺在那里 躺在那里一个转身 然后床就塌了 我就陷下去了 我们在就是 微一场在床上拍的那一小戏 对对对 甜蜜太多压塌了 会说会说 好我们接下来忙着摸鱼的朋友 来在前面 你好两位主创 我想问一下周也 就是大家都说 月千龄前后反差特别大 然后砍死他的台词特别洗脑 可以现场还原一下吗 那个 你在这边 你们帮我去东宁大学 找一个叫顾群的人 给我砍死他 我发气 发气 然后 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 想问林音和周也 对彼此的出印象和现在印象分别是什么 觉得对方有什么反差吗 出印象我第一次 认识周也老师是在那个 他实演那个角色未来 嗯 当时 奔出圈 然后他 那个角色也塑造的很好 让人非常印象深刻 后来在拍戏真的见到本人之后 其实我对他本人 没有一个概念 他会性格会是什么呀 但是 当时 当时我们定庄吧 第一天见到 我发现 他原来是这样 很直接 然后 很爽朗的性格 我第一天就很直接啊 所以 就是跟小麻烦很像 能感觉出来 嗯 好吧 那我对林音的印象就是 我看过他的照片 然后他照片都很好看 就是自拍呀 然后或者他拍 然后还拍一些很多风景 然后还用CCD 然后见到他本人 其实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就是白白的高高的 然后干干净净很乖看着很帅 那其实相处久了之后 他其实是一个搞笑男 他他他他内心有很搞笑的那个灵魂在 对 好谢谢 两位老师好 这边想问一下林一老师啊 就是大家这里 这里 这是网友们都说这部剧 是两个人的四角恋 然后我们月千林在剧里面 他既是一个柔弱的小白花 但是又是一个麻辣萨爽的霸王花 那这两种性格您更喜欢哪一种呢 都喜欢 因为是一个人啊 对 那你这个就是端水的答案了 如果不是要 就是端水我觉得 这个两面都是他 然后都是吸引到顾群的他的每一面 对 所以只要是月千林就可以是吧 对 好的科到了 谢谢 这个 虎有娱乐的朋友 在哪里 虎有娱乐 哦 黑色老师 来我们加快速度 你那边是要调试一下机器是吗 对对对 那要不然我先带您提 你拍一下 哦行 这个第一个问题是给林一老师啊 觉得剧中什么方式最能哄好生气的月千林 剧中顾学的哪一点最令千林心动呢 哄的用的最多的方式就是下跪 对滑跪 不断跪跪上去 然后今天上午还盖得到了一个新的去哄人的技巧 嗯 就是 就也教我说 乱生气的时候就是给那个 把你 你把你把惹生气的那个人给他转账 不是我教你的是那个人提问的 对反正就是转转的越多就是越容易哄好 对方便快捷 所以我觉得如果哄千林的话就是给他转一千个零 嗯 不不不但是但是不一样就是我觉得我觉得男女生之间这样可能不行 就是女生可能会更生气 哦 就你以为你给我转钱我就可以那个什么吗 就不生气了吗 哦 你懂吗 不是这么简单的学习 学问还很深 好像不正气了 需要好好学习 来老师第二个问题 老师要不你帮我多问了 哦行 那这是问小野说 粉丝说你是951 叶千林装小白花的时候是950 说你可灵可依 想问野子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这不就是01吗 哈哈哈哈哈哈 要得这么说 嗯 两个万万没想到啊 嗯 好跟很完美的回答 那请我们今天其实大家还有很多话想说 但是时间关系我们 只能最后来请两位到第一排 跟我们全场朋友们一起喝个饮好不好 好 来 老公姐你好美 好帅